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 当我们仓库有货的时候 订单可以直接点击发货 那么这个库存就自动扣减了 如果仓库缺货了 那订单会进入缺货的状态 同时呢 系统会自动的生成这个采购建议 告诉我们这个SQ需要采购多少数量 然后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采购建议去生成采购单 那么采购单到货了 我们仓库里面的库存会自动的进行增加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订单页面的缺货状态去刷新一下库存 那么系统会自动的重新计算库存 订单会进入有货里面 然后点击发货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点击发货的时候呢 库存也会自动的进行扣减 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有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呢 就是我们仓库里面 有库存商品的信息 第二呢 就是我们仓库里面的商品和订单的产品SQ 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 那么仓库里面怎么样添加商品SQ信息呢 那么仓库里面的商品SQ又怎么和订单产品SQ建立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主要涉及到仓库里面的三个模块 也就是我们第二点的内容 仓库的关系 主要涉及到三个模块 第一 商品管理 第二 仓库清单 第三 SQ配对和产品配对 那么对应小密系统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进入小密页面 对应小密系统呢 就是我们仓库下面的 第一 商品管理 第二 仓库清单 第三 产品配对和SQ配对 然后这几个模块分别是什么意思 以及每个模块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一面 那么商品管理 就是用来记录我们商品SQ 也就是我们库存SQ的信息 比如这个SQ的中文英文名称呀 重量啊 报官啊 偿款高等等 这些信息 那么仓库清单的话 就是用来记录我们这个SQ 在某个仓库的 它的库存量 或者是货架 它在哪个货架上有几个数量 这样子的 那么SQ配对和产品配对的话 就是可以清晰的看到 我们这个商品SQ和平台产品SQ的一个对应的关系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两个名词给大家解释一下 商品SQ就是指我们在小密仓库系统里面 添加的这样的一个库存SQ 平台SQ的话 就是电铺里面的在线产品SQ 或者是我们订单里面的这个产品SQ 那么仓库里面先添加了库存商品的信息 然后和在线产品进行了一个配对关系 那么后续的订单它会进行自动的进行配对 然后我们点发货 就会自动扣减这个SQ在仓库清单的这样的一个库存量 那么在小密系统的话 在仓库里面添加商品SQ 然后SQ配对或者是产品配对 它是有多种方式的 当然库存更新它也是有多种方式的 那么怎么操纵呢 这些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点和第四点的内容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点 商品SQ和库存产品SQ建立关系的方法 那么这里呢给大家整理了六种 然后我们先来一点一点来看 先来看第一点 仓库清单表格导入 导入商品的曝光呀 库存呀 单价呀 对应平台SQ啊 等等这些信息 商品管理会自动的生成一份商品信息 那我们输入了平台SQ 会自动的匹配我们的商品SQ 然后具体呢 我们来具体的演示操作一下 我们进入小逆的一面 仓库下面 仓库清单 右侧点导入 然后导入商品 这里可以下载模板或者是实例 然后注意一下说明提示 一次最多导入无线行数据 然后点了下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填写表格里面的内容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已经提前下载好的模板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段里面的一个表格里面的 这些字段的信息的介绍 那第一列就是库存商品SQ 我们可以编辑 自立一编辑 支持数字 字母 短横线 加号 信号 锦号 等等 那也可以直接复制我们在线产品的这个 SQ 粘贴进来 那么右侧的仓库 就是我们这个SQ所在的一个仓库 那么货架就是 这个SQ在这个仓库里面是属于哪个货架的 那如果仓库不填写的话 就默认为系统默认的一个仓库 如果货架不填写的话 那就说明我们 我们就默认为这个SQ没有扩架 那么库存量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SQ的实际的一个库存量 单价的话 是我们这个SQ在仓库清单 仓库里面的这个货品的总价值 除以货品的总数量 它是一个平均价值 这个呢 会涉及到我们利润核算的采购成本的提算 然后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后平台SQ 也就是我们店铺里面的在线产品SQ 那么如果我们平台SQ和这个商品SQ是一致的情况下 那我们在这个平台SQ的位置就可以不用填写了 如果跟商品SQ不一样的话 那我们平台SQ是必填的 那假如说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店铺 在线产品SQ不一样 那为了我们后续出单扣减同一个商品SQ的库存 那这里呢 就要平台SQ的位置就要用Alt加回车键隔开多行 然后来填写进来 然后我们再来往右看这个识别码 识别码的话 就是用于我们扫描出租铺的时候识别的 我们可以填写产品的原始条码 当然也可以自定义设置 这是字母和数字还有短横线的 然后再往右的话就是商品的名称 也就是我们这个SQ的中文名称 这个呢可以加带在我们的减货单或者是配货单上 然后图片URL的话就是我们的图片的网址 比如说我们的图片是1688的图片 或者是淘宝的图片 我们把网址粘贴进来 然后在这里往右看商品的重量 这个呢 它会影响到我们后续使用预估运费的一个计算 然后这个重量要填写一下 然后采购价的话就是我们创建这个SQ的采购单的时候 系统会自动的填充这个采购价 然后再来看一下长宽高 这个就不用说了我们的长宽高的尺寸的信息 然后来源这里来看一下 来源URL就是我们这个SQ的采购来源网链接 比如说是1688的 1688采购的我们把网址采购的网址粘贴进来 然后再来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曝光信息 那么这里的曝光信息填写了之后呢 我们后续新订单配对了这个商品SQ 会自动的引用这个曝光信息 然后这个表格填写完成之后呢 我们返回小密的页面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返回小密的页面进行导入上传 要点确定 好导入成功 然后我们在仓库下面仓库清单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刚刚导入表格里面的这个SQ的信息 比如说SQ然后中文名称啊 库存量啊 还有货家啊 仓库啊 货家号啊 等等这些信息 那如果需要修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批量操作下 然后批量的编辑或者是直接进行单个的进行更新 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后续使用采购的话 可以设置安全库存 然后设置好的一个最低的库存的预警值 然后会在这个一面安全库存这里显示 然后采购在图的话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SQ创建的一个采购单 那么这个采购单还没有到货 还没有到货入库的 那么会显示在这个采购在图的这个数据里面 然后运输中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商品配对了 我们的订单的某个产品 然后这个订单呢 在订单页面的带打单有货的状态 这个数量它会显示在预售中里面 就是说已经锁定了库存了 但是还没有发货 还没有扣减库存 当然表格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我们刚刚填写的 那在哪里查看呢 我们来看一下仓库下面商品管理的位置 商品管理点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导入成功的信息了 我们仓库清单里面导入成功了 商品管理会自动生成一份商品的信息 也就是我们刚刚添加的SQ 那么左侧的话可以设置分类 左侧可以设置分类 然后把我们的商品移入到商品的分类里面 方便我们进行管理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采购架重量尺寸等等信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编辑页面 那么在这个编辑页面 可以看到我们商品SQ的一个具体的SQ详情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平台SQ的位置 只要我们的平台SQ的位置 显示了我们的在线产品SQ 那么系统就会自动的把这些在线产品 和这个商品SQ间里的一个对应的关系 那么后续的订单出单呢 就会自动的进行匹配这个商品SQ 不管是哪个产品SQ出了单 不管是这几个SQ 哪个SQ出了单 都会扣件这个商品SQ的一个固存 那么这是第一种方法 我们直接在仓库清单里面 就是在这个仓库清单里面表格导入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 就是我们直接在商品管理里面来添加SQ 我们在这个仓库下面商品管理 在这个页面然后点进来 然后右侧添加商品 然后添加单个SQ 那么这个商品编码 就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为了方便我们后续可以进行打印条码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商品编码去打印 那么商品SQ的话 就是我们的库存SQ了 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表格里面填写的 第一列的信息 然后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商品SQ支持的符号 然后这几天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选择我们商品清晰的一个销售方式 比如说那我们就随便填写一个 然后注意一下这个销售方式是商品赠品或者是包财 然后还可以给这个商品SQ标记一下状态 是不是热销的呀 是不是新品的呀 或者是清仓的呀等等 然后这里的分内就是我们刚刚在商品管理左侧 然后设置的一个分内 我们在这里可以下达选择的 然后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可以加打在配货单或者是减货单上 然后这里的平台SQ 平台SQ就是我们店铺里面的在线产品SQ了 这里填写了多个平台SQ的话 系统出单会自动的匹配这个商品SQ 然后识别码 就是用于我们出入库识别的这个条码 然后自定义编辑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来源 也就是我们的采购来源链接 然后可以最多可以添加五个 有多个来源的话都可以点这里添加 最多添加五个 那么下面的话还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商品SQ添加图片 本地上传啊或者是网络图片啊等等 然后下面选择开发这个商品SQ的开发人员 以及采购人员 那会显示我们的主账号还有子账号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然后这个信息勾选 填写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勾选这个SQ 我们它在哪个仓库里面 它在哪个仓库我们就勾选哪个仓库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比如说曝光信息 然后重量的信息 还有采购架呀 是否质检呀 供货商的信息呀 那我们这个填写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直接点击一下保存 直接点击一下保存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引用我们在线产品的SQ 或者是已经添加到仓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商品SQ 然后只修改里面的 用过来之后呢 只修改里面的部分的信息就可以了 然后设置完成 然后这些信息填好了 我们直接点击保存 然后返回到我们商品管理的页面 那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刚刚添加的这个商品SQ 然后信息已经添加成功了 当然我们刚刚因为勾选了 勾选了放入到仓库里面 然后我们在仓库下面仓库清单的位置 仓库清单的位置也能看到这个SQ 这是我们刚刚添加的这个SQ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比如说库存量啊单价啊等等这些信息 我们需要更新的话 可以直接批量操作下进行编辑 然后仓库清单的位置也有一个具体的分类 那么这个分类的话 就是根据我们商品管理里面 这个分类来显示的 在这里设置了分类 我们在仓库清单的页面 也能看到分类的相应的信息 那么如果我们在添加商品的时候 没有勾选仓库的话 那么在这个当前列表页是 看不到这个商品的 那怎么样才能看到呢 我们点右侧 放入商品到哪个仓库 比如说我们点一下 这个放入到默认仓库 如果我们刚刚没有勾选的话 它会在这个页面显示 然后我们要勾一下这个SQ 然后点一下放入仓库 我们才能在这个仓库清单的页面 能看到 才能在这个页面看到这个SQ 那么商品管理添加成功了 商品SQ和平台SQ就已经建立了关系 然后我们可以在仓库下面SQ配对的位置 然后来看到这个对应的关系 那么这是我们添加的商品SQ 填写的对应的平台SQ关系 然后后续的定 后续这个SQ出单了 它就会扣选这个商品SQ的一个库存 那么以上是我们手动的进行单个的添加商品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有打包出售的产品 例如一个手机壳 还有一个挂绳是组合打包出售的 那么这样的SQ怎么样添加到仓库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进入仓库下面商品管理的位置 右侧添加商品选择添加组合SQ 那么这里可以设置组合SQ 编码就不说了 我们刚刚添加到时候就已经讲到了 我们直接来说一下这个商品SQ 比如说我们就专门设置一个组合的SQ 比如说组合当手机壳 一个手机壳和一个挂绳这样打包出售的 那我们来写一下 但是这个名字自立一填写的 只要符合我们这个符号就可以了 那填写好了之后呢 再填写一下其他的信息 比如说中文名称就是我们可以设置组合 手机壳 那么平台SQ的话 这里的平台SQ一定要写我们店铺里面打包出售的在线产品SQ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SQ为止填写的产品SQ 就一定要是店铺里面打包出售的这个产品SQ 那么这里添加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信息 这里平台SQ的位置填写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信息都是类似的 然后再往下就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添加商品 这里添加的是我们这个组合SQ里面 这个SQ里面的包含的子SQ的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先在仓库里面先把组合SQ里面的子SQ 先添加到仓库 然后我们才能在这里进行添加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手机壳 一个手机壳 还有一个挂绳这样打包出售的 我们选择手机壳之后填写一下数量 然后再来添加一些一个挂绳 比如说这个SQ就是一个挂绳 然后我们再来填写一下 那么这个组合里面包含的子SQ信息有哪些 我们就添加哪些就可以了 那么添加完成之后 这个组SQ勾选放入到仓库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我们就不再多讲 比如说报关 然后填写了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一下保存 好保存之后 我们再返回商品管理的页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添加的一个组SQ的商品SQ了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组合的标记 组合的标记 然后我们鼠标碰上去 它会显示这个组SQ包含几个商品SQ 然后分别数量是多少 我们刚刚添加了仓库的话 我们刚刚添加到勾选了添加仓库 然后在仓库清单的页面 也能看到这个组SQ 然后呢 组合SQ的库存不能直接编辑的 这个库存量不能直接编辑 它会跟着我们这个 会跟着我们这个组合里面的子SQ的库存来变化 跟着这个子SQ的库存来变化 然后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库存是挂绳的库存是十个 然后我们点一下保存 那么相应的组合里面的SQ 它的库存也会自动的变化了 这是仓库清单 我们看到这个组SQ 那么在仓库下面的SQ配对的位置 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对应的关系 这里其实是组合商品 然后平台SQ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在线产品SQ 那只要这个店铺里面的在线产品SQ出单了 我们后续订单都会自动的配对 然后点击发货会自动的扣件库存 那么这是我们在仓库里面去添加打包出售的商品 可能还有另外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卖的产品是一款裙子 有多个颜色尺码颜色尺寸的 那么一个一个添加 每个颜色尺寸我们去添加的话 一个一个添加肯定很比较麻烦 对吧 那么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不同的变种的商品添加进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仓库下面的商品管理 右侧添加商品添加多属性SQ 所谓的多属性其实就是我们的有多个颜色尺码的 然后我们批量的添加 然后添加之后呢 这个页面会显示一个SPU 这个SPU的话就是我们系统默认生成的 当然也可以更改 怎么更改我们后续来看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其他的 就是这一星期的话都是跟我们之前添加的时候是类似的 然后主要是这一块 比如说我们是以颜色为变种 以颜色尺寸为变种 然后我们在这里写上颜色的属性 然后比如说有红色 然后有蓝色 然后来提醒一下这样的一个属性 然后还有呢就是一尺寸变种的 那么尺寸呢有小号有大号的 好 那么我们设置好了这样的一个变种属性之后呢 下面系统会自动的生成这样的一个SQ 也就是商品的SQ 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话 显示的就是我们这个SQ的一个编码 当然我们这里可以更改一个一个更改比较麻烦 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生成SQ 那么在这个生成SQ的页面的话 我们SQ的位置 我们把它把这个SQ更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更改成裙子 那么如果往这里更改之后呢 可以在这里进行预览 进行预览 然后我们这个SQ是不是要加前缀或者是后缀呢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添加 如果是我们需要更改一下这个SQ尺寸和颜色 这样的一个顺序的话 可以进行拖动 进行排序 然后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生成 好 增成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页面就可以看到啊 这是我们刚刚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商品SQ名字 当然下方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比如说中文名称啊 英文名称啊 来源啊 等等 那么这些信息填写好了之后 其实我们都是不同的变种 那么这些信息可能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只要填写第一行 然后点一下后面的应用到所有 那么下面所有的信息都会自动的填充进来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曝光信息也是一样的 只要我们写了一个 比如说写了一个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应用到所有 那么下面所有的信息都会应用到上面的第一行里面的所有的信息了 好 这个信息构选 设置完成了 我们再勾选一下 放入到仓库里面 点一下保存 当然页面上方也能点一下保存 因为我这个信息不太完整 所以说它需要填写完整 才能保存 那我就直接先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示例 然后我们直接点一下保存 好 商品管理 这里已经保存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返回到商品管理的列表页来查看 这个就是我们 这些就是我们刚刚添加的多变种的 多熟悉的 这样的一个SQ 然后呢也会显示一个多变种SQ的一个标记 然后点击这里呢 可以查看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变种 我们当前我们之前添加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多个变种的这样的一个SQ 在这里可以进行查看 那么我们在商品管理里面添加的时候勾选了 放入到仓库清单里面 对吧 那我们在仓库清单里面也能看到这个SQ 然后可以批量的编辑一下库存呀 单价呀等等信息 那么同样的在仓库下面的SQ配对里面 仓库下面的SQ配对里面 然后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相应的SQ信息 那只要我们这个SQ出单了 都会自动的进行配对这个相应的SQ 那么以上是我们直接在仓库清单 仓库下面商品管理里面添加多属性商品的一个操作 当然在商品管理里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 商品管理里面还有一些其他更方便的 可能就是我们使用表格导入了 可以在商品管理里面导入单个SQ啊 导入组合SQ啊 还有一个就是导入平台SQ 然后具体怎么操作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现在看一下导入单个商品 点击一下 然后这里呢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个是导入创建 一个是导入追加 比如说我们现在仓库里面没有这个SQ的情况下 需要在仓库里面进行添加 那就我们选择这个导入创建 然后下载这个模板 下载这个模板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小米已经提前下载好的这样的一个模板 也就是这样子的 看一下模板里面的信息 一定要注意一下模板里面的说明提示啊 一定要注意一下里面的说明提示 模板里面的信息的话 第一列商品SQ 然后就是我们的平台SQ识别码 然后商品编码 其实这个信息跟我们仓库清单里面导入的这个信息是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类似的 然后我们把按照这个我们这个表格里面的这个说明提示 然后填写好了之后呢 再导入进来 小米的仓库仓库商品管理 然后选择导入文件 好点击一下确定 好导入成功之后呢 我们在商品管理可以看到这个导入进来的SQ信息 然后呢 这里显示了有这个SQ的信息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商品已经放入到 已经添加到仓库的系统里面来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需要把这个商品添加到具体的仓库怎么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仓库下面仓库清单的位置 右侧点放入商品到我们的具体的仓库 勾选一下这个SQ 然后点一下放入到仓库里面 好再来返回一下仓库清单的页面 当我们点了发入到仓库里面 我们才能在这个默认仓库里面看到这个SQ信息 当然可以进行加个的更新或者是批量的编辑这个库存还有单价等等这些信息 那么我们商品管理导入成功了 我们在SQ配对的位置也同样的能看到我们导入的这个SQ了 也可以看到这个导入SQ了 这是我们直接在商品管理里面导入创建SQ 如果说我们在仓库里面 仓库里面添加好的商品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商品管理的页面 比如说现在这个SQ已经添加到仓库系统了 已经添加到仓库系统里面了 但是我们的某些部分的信息呢 它是需要修改的 那么这样的商品比较多的话 我们一个一个编辑的话 可能有一点点麻烦 那么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表格导入更新 然后选择一下导入单个SQ 然后这里呢 选择导入更新 然后下载表格里面的下载表格 然后呢 我们填写一下商品SQ 那我们需要更新什么信息 就在表格里面填写哪些信息 然后有一个小题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导入更新的表格里面 如果是报关信息需要更新的话 那我们报关信息里面的中文名称啊 英文名称 重量还有金额 这四部分信息都需要填写完整了 才能更新成功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注意报关信息的更新 是四部分都需要填写完整 才能更新成功 然后填写成功 表格填写完成了 我们直接选择上传 然后点一下确定 嗯 就可以了 那这是我们直接在商品管理里面 导入创建单个的SQ 嗯 还有导入更新SQ的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导入组合SQ 嗯 点一下右侧的导入 然后选择导入组合商品 然后这里同样也有两个显示 一个就是创建 然后一个就是更新 创建的话就是我们仓库里面没有 然后我们用表格的形式来导入创建 也是下载模板 嗯 模板下载好了 啊 模板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显示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模板里面的一个具体的说明 嗯 就是说这个重要的说明 一定不要忽略 啊 这个重要的说明表格里面的说明不要忽略 那么组合S 嗯 组合SQ包含的子SQ 嗯 就是说我们 有哪些子SQ组成的这个组合SQ 这个子SQ必须是商品管理里面已经添加好的 嗯 单个SQ 嗯 才才能在这个表格里面 嗯 添加进来 那如果没有添加SQ的话 那我们需要在现在商品仓库下面 嗯 也就是在这个一面先去添加 然后添加好了之后呢 我们才能使用表格导入组合SQ的形式导入上传 那么这里的话 嗯 第一链组合SQ 也就是写我们仓库里面组合SQ的名字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组合SQ是有两个SQ组合的 那我们这个组合SQ写两行 呃写两行 然后呢呃平台SQ的话就是我们组合我们打包出售的在线产品SQ 然后这里填写进来 视频码就不用多讲了 然后填写一下作文名称 还有呢就是这里包含的商品SQ就说明这个组合包含的呃包含的子SQ的信息 这个组合包含的子SQ的信息 然后我们填写进来 然后呢数量啊这个在TES的2这个子SQ数量一个TES的3组合SQ数量一个 然后我们都分行填写进来 然后再填写一下呃其他的长宽高的还有包含信息等等 那么其他的信息的话我们就直接填写一行就可以了 那么填写完成之后呢我们选择上传 点一下确定 好导入成功 我们同样能在这个呃商品管理的位置能看到这个组合SQ的一个具体的标记 那么在仓库清单的一面 我们也是同样的去需要点击放入仓库 勾选 然后点一下放入仓库 那么仓库放入成功了 那同样的在这个SQ配对的一面 SQ配对的一面 然后也能看到嗯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对应的情况 那后续组SQ的新订单 呃进入小名页面也会自重的进行配对 那么如果我们商品管理里面 就是我们在这个商品管理里面 呃这个组SQ 这个组SQ里面的部分信息 比如说采购架呀重量尺寸啊等等 这些信息需要更改的话 呃那也可以使用导入更新 就是我们选择导入组SQ里面 右侧有一个导入更新的操作 然后下载导入更新的这个模板 需要更新哪些信息 我们就填写哪些信息 嗯然后再导入进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导入创建和导入更新组SQ的一个操作介绍 那么可能我们在实际嗯使用仓库的过程中 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店铺里面的在线产品SQ更改了 那么为了我们后续订单能够自动的进行配对 需要我们仓库里面这个商品SQ对应的平台SQ也对应的平台SQ也需要进行更改 那如果是一个SQ 比如说这个SQ需要更改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编辑页面 然后把这个嗯这个在线产品SQ删除 然后再写再写我们新的产品SQ 比如说嗯它就叫我们新的产品SQ叫 然后插杯一 然后我们把这个新的产品SQ填写进来 然后再点一下保存 那么就可以了 那如果就是说我们是只有一个嗯一个商品需要更改 那如果是多个商品需要修改的话 一个一个编辑很麻烦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商品管理里面有一个导入平台SQ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表格的形式 然后去导入更换啊 表格的形式导入更换 然后点击导入平台SQ 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导入替换的操作 然后下载一下模板 下载一下模板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已经提前好下载好的这个模板 嗯这里 那么这是我们刚刚下载好的模板啊 那我首先我们要把我们需要更新的商品SQ嗯就是说哪些SQ需要更换这个平台SQ那我们先把对应的这个商品SQ填写进来 然后呢再就是在这个呃平台SQ的位置写上我们店铺里面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在线产品SQ 如果是呃多个在线产品的话那我们用逗号隔开逗行就可以了嗯隔开逗行导呃保存 嗯设置完成了保存然后再到点一下商场文件确定就可以了 那么嗯我们导入成功之后后续这个SQ出了单 它会嗯匹配我们这个具体的就是匹配我们这个商品SQ嗯这是自动配对的那如果我们店铺里面在线产品嗯这个是我们店铺里面在线产品SQ更新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那也有可能会有另外的情况比如说嗯我们这个SQ 嗯我们在这个编辑页面呢我们能看到它是有两个店铺的在线产品SQ的那如果我们最近又新开了一家店铺他也是卖这个商品那么新开的店铺 新开的店铺呢我们设置了这个产品SQ跟我们嗯跟我们已经添加好的这个SQ呢它是不一样的那为了让我们新店铺的产品出单也会自动的进行配对的话 那我们需要把新店铺的产品SQ和这个商品SQ进行配对那一个一个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在这里进行编辑了比如说插插插插 那新店铺嗯它的名字是插插插那我们直接在这里进行编辑然后保存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多个的话多个产品的话那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当然有的 点一下导入平台导入下面的导入平台SQ然后这里呢选择导入追加 然后下载一下模板下载一下模板或者是示例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模板 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SQ是我们仓库里面的商品SQ那我店铺里面有一个新的 嗯新店铺呢它的在线产品SQ呢是叫这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填写进来那导 嗯填写好了之后呢保存然后点一下 上传 确定 好导入成功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SQ呃我们直接再来搜一下这个SQ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页面显示的效果 那么这是我们刚刚啊使用导入追加的一个形式 那么呃我们导入成功之后这是我们刚刚表格里面填写的这个SQ对吧 那也说明我们使用表格的形式就可以把我们新店铺的在线产品导入追加进来了 那么后续这个店铺的SQ出单了也会扣建这个SQ的一个库存 嗯订单会自动的进行配对的 那么以上是我们对产品SQ和库存商品SQ建立关系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了特殊情况的介绍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三种 嗯产品SQ和 啊我们刚刚介绍到都是第二种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种 产品SQ和商品SQ建立关系的方式那么很多小伙伴会问 嗯怎么快速的把我们的在线产品添加到仓库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进入小面的页面 进入小面的页面仓库下面产品配对 那么在这个页面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键生成就直接把我们的 呃 直接一键把我们的在线产品转换为商品SQ并且自动的添加到商品管理和仓库进来了 啊 完成了自动的识别配对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的店铺的在线产品 必须要填写有产品SQ那具体怎么操作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首先我我们以卫星平台的在线产品为例 比如说卫星的在线产品里面我们肯定都填写有SQ了对吧 那我们呃为了保证我们店铺的这个SQ 我们店铺里面的产品都同步过来了 我们需要更新 我们需要点一下同步产品 然后把店铺后台的这个产品同步到小面的一面 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进入仓库下面产品配对里面 选择 卫星平台 选择卫星平台 然后呢 在这里点一下更新产品 把我们在线产品 把我们的这个在线产品SQ都更新到当前一面 那么更新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当前一面看到我们店铺的在线产品的 Parent SQ啊 然后变种SQ啊等等这些信息 然后呢 再就是点这个一键生成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一面这个商品SQ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SQ 也就是说我们点了一键生成之后 他把我们的在线产品SQ转换为商品S 商品SQ了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比如说商品名称啊 来源啊 备注啊等等 需要我们进行填写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进行编辑 嗯 那给大家 就是给大家具体举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信息呢 下面的这些信息呢 我们先删除 好 这些信息我们填写完成之后呢 点一下保存 然后在这个保存的页面提示我们商品信息已经创建成功了 提示创建成功了 然后我们这个信息要放入我们这个商品SQ要放入到哪个仓库呢 我们就勾选那个仓库然后点一下确定 好 点完确定之后呢 我们再来返回这个页面 然后在这个一配对里面 然后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一键生成的这个 产品了 啊 就是 这个商品这个产品SQ 我们把它一键生成为商品SQ 并且自动的 添加到商品管理和仓库订单 自动的完成识别配对 那么在这个页面 一配对里面 我们只看到了他 自动的一个配对的关系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信息 先来看一下 他自动的添加到商品管理 那我们在商品管理 肯定能看到这个商品SQ 对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一键生成的这个SQ 然后呢 那我们刚刚 在点击保存的时候 他 显示了勾选 发入到哪个仓库 那同样的 我们在仓库清单的一面 也能看到这个SQ 那其他的信息可能 嗯 肯定就是需要我们进行再次的进行更新 比如说库存量啊 单价啊 批量的进行编辑 或者是进行单个的编辑 那么在这个产品配对的页面 产品配对的一面啊 这里已经配对了 它是针对于我们订单页面 带审核和带处理里面的 嗯 现有的订单 以及后续的新订单生效的 那当然右侧可以直接点一下更换的 更换其他的配对或者是解除关系 或者是如果不需要这个配对关系的话 我们也可以进行批量的解除 那这是我们对于产品和产品和商品建立关系的 第三种方式的介绍 也就是一键生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种方式 嗯 产品配对 那么在这个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种方式产品配对 那么在这个产品配对 嗯 就是把我们的在线产品和商品SQ进行配对 这里呢 其实就有两个步骤了 把我们的 嗯 这个在线产品和我们的仓库里面的商品 进行配对 这里呢 其实分为两个步骤的第一步 首先需要我们在商品管理里面添加 商业的商品SQ信息 然后第二步才是在这个产品配对里面 嗯 页面去操作 那么针对于第一步 的话 我们在 针对于第一步的话 我们在商品管理里面添加 SQ的话 其实我们在这个商品 讲到第二种形式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讲到了有多种添加的形式 那么主要的就是我们去 呃 上 那么 主要的就是我们在产品配对的页面去 呃进行具体的操作配对 然后添加到商品 仓库里面添加商品SQ的话 我们这个就不再多讲了 嗯主要来看一下 第二步产品配对 然后怎么样在产品配对的一面去添加配对关系 嗯 我们在这个仓库下面产品配对的一面进来 然后选择好平台店铺 选择好了之后呢 然后可以更新一下产品 然后直接手动的点一下配对 直接手动的点一下配对 那么在这个页面显示的是我们 在这个页面呃显示的是我们仓库里面已经添加好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然后我们单个的来指定 呃 比如说我们这个SQ要配对这个SQ 然后我们直接选择 然后点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那选择好之后呢 在一配对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嗯 我们在 当我们仓库里面添加了这个商品SQ与我们这个在线产品SQ完全一致的时候 我们勾选这个启用 在线产品SQ与商品SQ一致的时候 点一下勾选启用 然后开始识别 然后呢 系统呢 他会自动的进行 做一个配对 然后也会显示在这个一配对里面 当然也可能会有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呃 在线产品啊 我们的商品SQ与我们在线产品SQ里面的部分信息是一样的 那我们点一下自动识别配对 在这里可以 色子 忽略前后坠 忽略前后坠的 前坠或者是后坠的这个产品SQ 然后与我们的商品SQ进行配对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实例 比如说 我们的产品SQ前面带有英文字母 后面也带有英文字母 但是我们的商品SQ仅仅是遗传数字 那我们可以 设置一下忽略前坠 然后 适背后的结果呢 就是前坠忽略了 与我们 与我们后面的这个 剩下的就是我们的 后坠以及 数字 然后与我们的商品SQ进行自动的配对 那么 我们在这里设置好了之后呢 识别 点击一下 开始识别 然后 他会在这个 带确认里面 进行显示 但因为这里呢 没有实际的SQ 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演示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 我们会把 我们需要把产品SQ里面的部分信息 解决出来 然后与我们的商品SQ进行配对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事例里面 然后我们需要把 第3位字符 一直到第7位字符里面的这个 数字 解决出来 与我们的商品SQ进行配对 那解决之后呢 我们也是点一下开始识别 点一下开始识别 那么在这个带确认里面可以看到 需要我们去确认一下 配对 配对关系 那么这里配对成功的话 也是对我们订单一面 带审和带处理的 现有订单 以及后续的新订单生效的 那么这是第4种方式 产品配对的介绍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5种 SQ配对 进入 仓库下面 SQ配对 那么这个SQ配对的话 其实在这个SQ配对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编辑 然后在这里 然后把我们的在线产品SQ 填写到平台SQ的位置 然后直接编辑一个一个 这样编辑 当然的话 就是当这样的SQ需要 进行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导入 平台SQ 那么这里其实跟我们商品管理里面 导入平台SQ是一样的 可以 使用导入听换 或者是使用导入追加 如果我们仓库里面 没有添加的话 没有添加商品的话 我们需要先在仓库里面 添加商品 那么如果已经添加好商品的话 我们可以 就是说 在线产 在线产品SQ 更新了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导入 替换 那么有新店铺 有这个 新店铺 上传了一个在线产品 需要和这个商品SQ配对的话 我们选择一下导入追加 然后 选择好之后 选择一下下 下载模板 然后上传文件 点一下确定 那么具体的操作 其实都是跟我们商品管理里面 导入 导入追加平台SQ 导入替换这些 平台SQ 都是具体的操作 是一样的 那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演示了 这是我们直接在这个编辑 在SQ配对的一面 直接编辑或者是使用表格 导入的形式 去操作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以设置 识别规则 点一下 是开启 然后呢 他开启了之后呢 他会自动识别 订单里面的平台SQ的字符 识别之后呢 会与我们的商品SQ进行配对 那么有两种形式 一种呢就是我们去 按位数截取 还有一种就是按符号截取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在线产 SQ 前面有一文符号 前面有一文字母 后面有一文字母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商品SQ 仅仅是中间的一串数字 那我们 我们可以设置 从第几位开始 截取五个字符 然后截取之后 与我们的这个 商品SQ进行配对 那么我们在这里设置好了之后呢 可以输入我们平台SQ 然后来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我们的设置的这样的一个 像设置 这个设置是否正确 那么如果是按照符号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这里的话 我们的在线产品SQ符号 我们可以 设置 从 向左去除那个符号 向右去除那个符号 设置完成之后呢 在这里可以输 测试 输入平台SQ 进行测试 我们设置的是否正确 那么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一下保存 后续新订单进入了小米 会自动根据我们这个规则 去匹配商品SQ 那么这是我们第五种 SQ关系建立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 第五种SQ关系建立的方式 使用SQ配对 那么我们之前 下面来看一下第六种 就是从订单一面配对 那我们之前介绍的第一种啊 第二种 还有第五种方式 其实设置了之后 都是对 后续的订单生效的 那么现有的订单怎么办呢 那就是使用第六种 我们从订单一面去配对 我们来去看一下具体操作 进入小米的一面 然后 进入订单处理里面 那以这个订单为例 比如说这个订单就没有配对对吧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有一个为配对的字样 说明我们这个产品SQ没有与我们的库存商品SQ进行配对 那么如果仓库里面已经添加了商品的信息的话 那我们鼠标放在这个图片上 它会有一个 就是蓝色的字体可以去点一下配对 然后直接点 这里显示的是我们仓库下面商品管理里面已经添加好的商品SQ 那我们进行选择 好 选择好之后呢 可以选择 针对于仅仅是针对于当前订单生效的 或者是针对于我们 最后在审核在处理的包裹 然后有商图SQ的包含以后后续的信息来生效的 那我们选择好之后点一下确认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直接在图片上去操作 那如果是在订单详细里面 那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下配对商品SQ 也是一样的一面 然后我们这个SQ配对的我们仓库里面哪些商品 那我们点一下选择 选择针对于此订单生效 或者是针对于这个代审核在处理 以及后续新订单生效的 那么这是我们直接去 仓库里面已经添加有了SQ 那么如果仓库里面没有添加的话 那我们把手标放在这个图片上 然后会显示有一个创建的一个操作 点一下创建 点到之后呢 他会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个 在线 订单里面的这个在线产品SQ 自动的填充到商品SQ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只要填写一下其他的信息 然后点一下保存 那我们再返回订单的一面来刷新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一面的效果 我们点了保存之后 这里他就自动的进行配对了 那可以在订单的详情里面 看到这个配对的关系 当然我们这样直接创建的话 就是一个一个创建 去操作的 那这就是我们直接 就是我们第六种方式 然后从订单页面配对 仓库里面有的话 直接点一下配对 仓库里面没有可以直接从 图片的大图上去点创建 然后呢 那以上就是我们商品SQ 以上就是我们商品SQ 产品SQ建立的整理的六种形式 然后具体总结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PDF的文件 SQ关系建立好了的话 那我们后续的订单 就会自动的配对 然后点发货 就会自动的扣典库存 那如果我们使用了 采购的功能 创建的采购单到货 仓库的库存也会自动的增加 那么对于仓库库存的变化 除了我们点发货 创建采购单到货 这两种形式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库存更新的方法 第四分 也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第四点的内容 那主要包含呢 以下四大点 出库 库存扣典 那么入库的话就是库存量增加了 出库 出库和入库呢 都有不同的形式去操作的 那么还有就是说 我们 针对于我们 实际仓库的库存 以及我们小密系统的库存数据 然后进行核对 使用仓库盘点 那么只要仓库商品 STO有出户的 这样的一个动态的 变化的话 都会在这个出户记录里面 去查看 那么这个出户记录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不能删除的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出库的方式 那么有四点 情况 使用仓库 点发货 自动扣减库存 这个就不用多讲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2点 仓库 第2点仓库清单里面去编辑的 我们进入小密的一面 仓库下面 仓库清单 在这个一面 在这个一面 我们点一下更新 然后这里可以直接输 我们的库存量 如果我们之前的库存量是10个 那么我们现在改成20个的话 针对于这个SQ的话 它的库存就会增加 那么如果之前的库存是10个 我们现在改成5个 那么这个针对于这个SQ来说 如果就是库存减少 然后点一下保存 这是单个的 或者是批量的进行编辑 那我们 更新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没有库存 那么实际上 我们在这里更改了10个 那么针对于这个SQ来说 它的库存是增加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仓库下面 输入库记录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刚刚 设置的这个SQ 它的库存的一个 动态的变化 这里显示的是一个 手动入库的一个 类型 那么 如果是多个SQ的话 我们刚刚说到在仓库清单里面 可以直接批量的进行编辑的 那么 这是我们直接在仓库清单里面 去 编辑 然后来看第3种情况 就是手动出库 手动出库下面 我们可以去表格的出库啊 或者是扫描出库啊 等等 然后具体操作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进入仓库下面 手动出库 在这里 选择新建出库单 然后选择出库仓库 然后商品类型 选择出库的类型 我们选择手动出库 那我们可以直接拿着扫描枪 拿着扫描枪去扫这个商品SQ 或者是识别码 或者是 这个商品编码 然后 扫一个商品 然后下面会出现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么 因为这里呢 没有实际 没有扫描枪 那我就这里直接复制一下 给大家 演示一下 大概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拿着扫描枪 去扫了这个商品SQ 然后它会出现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SQ的信息 然后我们扫一次 这里的库存数量会加一个 那我们需要出库几个 就扫几次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拿着扫描枪去扫描这个SQ 那也可以直接手动的选择 比如说 我们这个SQ需要出库 然后选择一下 然后具体出库几个 然后来选择一下 出库的数量 然后点一下 创建一下出库单 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勾选 立即出库 勾选的话 就是我们再点一下创建出库单 的时候 这个 如果勾选了 我们再点创建出库单之后 这个 出库 这个出库单 就已经 进入 来给大家看一下 页面 就是进入直接进入已出库里面了 如果没有勾选的话 那我们点一下创建出库单 然后 返回一下这个页面 他会在这个 带出库这个状态 能看到这个出库单 那么 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去 手动的点一下 确认出库 或者是批量的出库 他才会进入到已出库里面 那么 除了可以使用扫描 或者是 直接选择 SQ 之外 我们还可以使用表格的形式 然后在这里 选择导入 在这里下载模板 然后按照模板的格式 贴写好文件 然后上传 上传好之后 在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直接 单个的 确认出库 或者是 批量的确认 收库 那么 这是第3 我们直接手动 出库 那么实际情况下 我们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 我们有A和B两个仓库 那么其中A仓库的某个SQ 没有库存了 我们把B仓库 这个SQ 掉拨一部分数量 到A仓库 那么掉拨后 对于A仓库来讲 这个库存是增加的 那么对于B仓库来讲 库存是减少的 那么在小米的硬面 是怎么操作的呢 仓库下面 仓库掉拨 这里呢 创建一下 调拨单 创建调拨单 这里选择 发货仓库 然后这里选择 发货仓库 我们从A仓库 调到B仓库 发货仓库是默认仓库 然后呢 调到哪个仓 就选择哪个仓 然后添加一下商品 比如说我们需要把这个SQ 调拨 几个数量 选择一下 调拨呢 调拨五个数量 三个数量 然后调拨几个数量 在这里填写 然后填写之后呢 点一下确定 好 确定之后这个调拨单就已经 创建成功了 这是时候他会在这个 带出户的 这个状态里面 他会在这个带出户里面 看一下 一面刷印一下 对吧 这是在一个带出户里面 然后我们点发货 点发货就是要发往我们的收货仓库了 针对于这个发货仓库来讲的话 他的库存是减少的 点一下看一下 确认 然后他就是 在 点了发货的话 我们这个 HQ是在在图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需要确认到货了 那么在这个在图的状态 点一下到货 填写一下 到货的数量 然后点 点一下确定 那我们收货的仓库 这个收货仓库的库存 就会增加了 如果我们到货的数量 这个调拨的数量 一致的话 我们这个 调拨单会直接进入 移出户里面 如果我们点 数量不一致的话 他会进入显示部分入库 那么在部分入库的调拨单 他会 可以继续操作 入库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到货了一个 然后在这个部分入库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 已经部分入库了 部分到货了一个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次 点击到货了几个 到货了两个 那么剩下的 再点一下确定 然后进入 入库里面 那么针对于这个 到货仓的话 他的库存是增加的 那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到货的一个入库记录 仓库下面 那么针对于这个发货仓来讲 他的库存 是 他的库存是 库存减少的 也就是出库的一个记录 那么针对于入 入库仓的话 他的库存是一个 入库的一个记录 库存是增加的 那么以上是我们商品 SQ 这就是我们商品SQ 出库的四种形式 然后 总结起来就是这四种情况 然后 再来看一下商品SQ的一个 入库的形式 入库也是有四种形式的 第一种就是我们 创建采购单 采购单到货了 然后 我们的库存会增加 那具体怎么采购的话 我们放到采购模块来说明 然后第二种的话 就是仓库清单里面编辑的 编辑的话 我们刚刚在 出库的时候 其实也讲到了 就是我们的库存 比原来的多 那就是 库存增加了 手动入库的话 第四种的话 仓库调波 我们其实刚刚也讲到了 我们在出库的时候 针对于 发货仓的话 它的 库存是 减少的 也就是出库的 那么针对于入库 到货仓的话 它的库存是增加的 也就是入库 这个SQ进行入库 然后主要来讲一下 这个手动的入库 我们进入小米的一面 仓库下面 手动入库 在这里创建一下 入库单 然后选择入库的仓库 商品类型 入库的类型 然后呢 其实也跟我们 刚刚 出库的时候 是类似的 我们 拿着扫标枪 去扫我们这个SQ的 识别码 或者商品 编码 扫一次呢 这里的入库数量 会加一个 或者是我们直接 手动的来选择 这个SQ 然后选择之后呢 点一下确定 在这里勾选了 立即入库的话 我们 创建入库单之后 他会直接进入 以入库里面 直接进入以入库里面 如果没有勾选的话 那我们这个 如果没有勾选的话 我们这个 点一下创建入库单 的时候 他 在这个 入库管理里面 它是一个 带入库的状态 那么在这里 我们需要手动的 确认入库 或者是直接批量的入库 那么同样的 我们也能在 也能使用表着的形式 选择导入 导入入库单 然后在这里下载模板 上传 然后点一下确定 上传之后呢 在这里直接 单个的 或者是批量的 操作入库 入库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也能在 这个 点一下来看一下 我们也能在这个 仓库下面的 出入库记录里面 仓库下面的出入库记录里面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库存变化的一个记录 那么这是我们 sq入库的这样的一个 四种形式的介绍 具体总结就是来看一下 这个 PPT的 PPT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在小密的页面 如何在小密的页面 来核对我们 sq实际的库存 以及小密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库存数据 其实也就是仓库盘点 那我们进入 仓库下面 仓库盘点 在这里点一下创建盘点任务 选择一下 仓库 我们仓库里面 哪个仓库的sq需要盘点 然后 商品类型是什么 在这里选择 然后下面呢 有不同的盘点的形式 整仓盘点就是 我们盘点的是 页面这个上方选择的所有 这个仓库里面所有的 两品sq 或者是次品sq 那么如果是按照 货架位 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仓库里面 这个仓库里面的 所选择的这个 仓库里面 包含的这个货架 然后这个货架上有哪些sq 需要盘点的 可以选择这个货架盘点 然后按时间盘点的话 就是 在选择的这个时间范围内 有出不记录的这个sq 然后来盘点一下 他的 来盘点一下 这样的一个sq 那么按商品sq 就是说 我们哪些sq 需要盘点 那勾选哪个 比如说我们 这个sq 需要进行盘点 然后就选择这个sq 然后选择好之后呢 点一下 创建 创建任务 好 再来返回一下 我们盘点的 页面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创建好的 盘点任务 在这里可以直接点编辑 可以修改 再次的编辑这个盘点任务 如果点开始的话 就是这个sq 再进行盘点了 点一下开始 然后这个sq 再进行盘点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页面可以填写一下盘点数量 然后 比如说我们 系统里面的库存量是8个 但是实际上我们盘点出来实际库存是 6个 那这里会显示一个盘点的误差 盘亏的 那如果是实际上是10个 那他会显示盘盈 那如果我们实际库存就是8个 那这里显示的就是盘平的 然后点一下 结束盘 那么这样的一个sq 填写好了之后呢 直接点一下 结束盘点就可以了 如果是有多个sq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页面 这些sq都导出 一个表格 那么在表格里面输入我们的盘点的数量 然后再导入一下盘点结果 就可以了 那么点击了保存的话 如果我们在这个页面点击了保存 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还是盘点中的状态 那么并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盘点任务 还是 在盘点中 他并没有结束 那么在仓库清单里面 这个sq 他是怎么显示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刚刚点的保存 这个 他在盘点中 那么这个任务 他是在盘点中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仓库清单 页面显示的一个效果 这里他会显示盘点中 他不能进行点击发货 不能做任何 出出入库的一个任何操作 那如果我们在盘点任务里面 是已经结束的一个状态 点一下盘点 实际上我们这个sq 就已经 在这个点了继续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开始进行盘点 那如果是我们已经盘点完成了 那点一下 结束盘点 结束盘点的话 就是我们的盘点任务 进入了已完成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进入已完成的状态 这个sq 可以进行正常的出入库 操作了 那么盘点任务 结束我们可以在 仓库下面的出入库记录里面 查看这样的一个 盘亏盘盈的 这样的一个 操作 那这里呢 可以 这里可以直接 输入 我们 在出库记录里面 我们可以筛选一下 出库的类型 入库的类型 等等 这样的一个 因为我们刚刚盘点的时候 选择的是 盘平的 所以说这个 针对于库存 来讲 它是没有 任何动态的变化的 所以说我们刚刚在这个页面 是看不到这个 记录的 那如果我们就有盘亏的 或者是盘盈的话 我们在这个 出库的记录里面 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 操作的 记录情况了 那么 在出库记录里面 也有一个 出库或者是入 出库或者是入库的一个操作 还有一些 就是批量的出库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都是跟我们 仓库下面手动的出库 或者入库是一样的 那这里呢 就不再一具体的演示 那么以上是我们 针对于库存更新 库存更新的 这种方式的介绍 具体总结的话 就是 这几点内容了 那么在实际仓库库中 为了方便我们管理 我们的商品 仓库里面 肯定会 设置货架对吧 那么在小密的一面 如何把我们的商品 sq 放入到相应的货架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仓库下面 货架管理 既然sq要放入到 这些货架上 那么首先 我们需要在小密的 系统里面添加好货架对吧 然后才能把这个sq 放入到货架里面 那么货架怎么在 添加在小密的系统里面呢 有几种方式 单个的生成或者是批量的生成 以及导 表格导入 表格导入创建货架的形式 然后我们来操作演示一下 那单个的生成的话 就直接在这里输入货架编号 然后点一下确定就可以了 那批量的生成的话 我们可以设置货架的 这样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编号 比如说 我们设置的货架的 编号是a杠 然后他的货架的前缀 是a杠 如果有货架的话 我们再输入一下货架 那么编号的长度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货架 他有几 他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数字的 有几个数字 比如说他有 三个数字 然后呢 起始编号呢 我们可以给他设置为 从1开始 或者到5结束 或者是从2开始 然后到5结束 那我们就随便选择 我们就随便设置一下 然后点一下生成 然后双双成功 那我们在这个页面 能够看到 这个刚刚已经 添加成功的 这个货架了 那么货架添加好了 我们才能进行 把这个sq 添加到这个货架上来 然后呢 这是我们直接批量的生成 那么导入创建货架的话 直接在这里选择 然后下载 然后下载这个 导入创建的模板 然后选择上传文件 提交就可以了 那么 货架创建好了之后呢 这里有几个状态 给大家解释一下 被占用 就是我们这个货架上 这个货架上有商品 sq 有商品sq 它显出于被占用 然后可分配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 已经创建好了货架 已经创建好货架 但是货架上没有商品 然后 可回收的话 就是 我们的货架有商品 但是商品库存是零 或者是服库存 那么 可分配的 可分配的状态的货架 是可以进行删除的 然后这里是可以进行删除的 那么货架添加成功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把sq 放入到货架上 那我们可以直接单个的设置 进入仓库下面 仓库清单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sq 它是没有货架的 那我们 点一下更新 然后在这里可以选择 选择这些货架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sq 在这个货架上 那我们选择 然后点一下保存 那这是我们直接在仓库清单里面去操作 然后如果是在货架上面 在货架管理里面的话 仓库清单里面我们一个一个去编辑 那如果是我们有多个sq 的话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导入 设置sq 然后下载模板 选择上传 选择文件上传 那 我们 点一下下载模板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页面 显示的 看一下我们 表格里面的给大家看一下 已经 导入好的 已经下载好的模板 给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已经下载好的模板 比如说 在这个模板里面 我们要填写上我们这个sq所在的仓库 然后这个sq所在的货架 然后填写一下这个sq 然后填写好了之后呢 保存 然后选择上传 提交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sq 它已经 比如说这个sq已经存在这个货架了 那我们就不能再导入了 那我这个时候我们就 看一下 这个导入设置sq货架 就是我们这个sq 它没有分屏货架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进行设置 那么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就像我们刚刚的操作 它会爆错 那我们来找一个 他没有设置sq货架的 比如说这个是无货架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更改一下这个sq 然后点一下保存 再重新导入进来 导入成功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货架上 在这个货架上 这个是我们刚刚导入创建的 导入的表格里面的这个sq 那么这个sq就已经分配到这个货架上了 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sq 这个test5这个sq 它是在 这个a0001这个货架上 但是实际上这个test5 它是在另外一个货架 它是在这个003这个货架上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才能 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个sq 放入到这个货架里面呢 除了我们在仓库清单的一面 除了我们在仓库清单的一面去更新 去更新这个货架之外 在这里去更新这个货架之外 然后我们在这里 还可以去设置导入转移货架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货架上面 然后更多里面去点一下 导入转移货架 然后选择 我们这个test5这个sq 然后选择好 他对应的这个货架 他本来在003这个货架上 那我们选择一下 然后点一下确定 他会在 确定之后 他会更新到这个sq货架上 那如果sq比较多的情况下 那我们在这里 选择导入转移货架 然后 下载模板 摩板里面 填写好 我们的sq 原来的货架是哪一个 原来的货架是哪一个 然后新的货架是哪个 填写好之后 导入上传提交 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导 货架管理的一个操作介绍 具体总结呢 就是以下几点的内容 包含以下几点内容 仓库里面新增货架 可以直接单个的生成 然后批量的生成 也可以直接导入创建货架 然后如果sq没有分明货架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直接在仓库清单里面去设置 选择货架 也可以直接在货架管理里面去 表格导入 那么 如果针对于sq 已经有了货架 但是货架需要更新的话 可以直接在仓库清单里面去单个的更新 或者是呢 使用在货架管理里面去导入转移货架 也就是导入更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那么再讲到 这是我们针对于货架管理里面的一个具体总结 那么在讲到订单模块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提到扫描商品的条码来完成订单的分配配货 对吧 其实在上面的第四点的内容 我们在库存更新的时候也提到了 可以使用拿着扫描枪 扫描出库入库 那么扫描的时候肯定都是扫描商品的条码对吧 那么这个条码怎么来的呢 我们怎么样在小密的页面去打印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视频的第六点的内容 就是条码的工具 那主要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设置条码模板 第二呢完成条码的打印 先来看一下条码模板的设置 仓库下面 条码工具 这里创建模板 可以自立议设置一个模板的名称 然后呢 模板类型 可以选择按照商品编码 或者是按照SQ 或者是识编码的生成 然后选择不同的模板类型 如果选择商品编码的话 就是我们在仓库里面 添加SQ的时候系统自动生成的一串数字 一张指一个条码 然后条码长度是固定的 这样的情况下打印出来也会比较清晰 那如果是我们想要针对于我们商品SQ 或者是识编码去打印条码的话 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根据自己填写的这个SQ 识编码去生成 然后呢 这里选择好了之后呢 设置一下纸张大小 比如说我们是50乘30的呀 60乘40的呀 等等设置好了之后呢 再设置一下 下面的条码高度啊字体大小间距等等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公式的换算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公式的换算 那么这里设置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预览 嗯 比如说这些纸张大小啊高度啊大小 字体大小 行间距啊 这个设置好了之后可以直接看一下预览的效果 那么如果需要我们条码上需要加打一些信息的话 这里可以进行勾选 勾选之后也能看到一下预览的效果 那么设置完成之后 点一下保存 那么这个模板就已经添加好了 模板添加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步打印条码 那么在商品管理 仓库清单 采购入户 还有一个 采购单里面 就是说采购模块 采购单 到货等待到货呀 都可以 这些面都可以打印条码的 那我们就以商品管理里面为例 我们进入商品管理的一面 比如说这个SQ需要打印条码 然后勾选一下 然后批量采购下 然后打印条码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条码是按照我们这个SQ生成呢 还是按照我们这个识编码生成 或者是按照商品编码生成 然后下面选择对应的模板 然后点一下确定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商品的商品编码 然后按照这样的一个生成形式 然后直接点一下打印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针对于 条码工具的一个操作介绍 也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 本期视频仓库模块的最后一点内容了 那本期视频的内容比较多 然后 就像她们在跟随了一个阶段 我们的粉丝